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本 绝对不会出现大陆简体制 中文版的英文 那么今天我们讲这本书呢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Peter Navarro这一本 The Coming China Wars 那么这本书千万别搞错 它跟以前前两年出的另一本 叫做American's Coming Wars with China 是不一样的书 前面我讲的那本书呢 是一本热战 就讲到这个中国将来 跟美国必有一战 就是因为台海问题 但今天我们看到这本书呢 它倒不怎么讲 真的是用热兵器打仗这种战争 它讲的这个 The Coming China Wars 意思就是说 即将来临的中国战争 它讲的是什么呢 是讲的是全方位的 中国与美国 乃至于与世界各国 全人类的冲突 那么它把中国完全说成 是世界上最可怕 最恐怖的一个国家 那么为什么会这么可怕 这么恐怖呢 我们先来理解一下 这个作者的背景 这个作者呢 Peter Navarro 他现在在美国的UCERFA 就是加州大学 尔湾分校教书 在商学院教书 那么他之前呢 出过很多畅销书 比方说像这一本 如果天正在下雨的 巴西正在下大雨的话 赶快买星巴克 那么当然是买星巴克的股票 那么这本书呢 就是一本很畅销的商业书 其实他出过很多这类书 那么很懂得写畅销书的策略 那么我们要理解他这个背景 他作为一个商学院的教授 他并不是十分懂中国的国情 没有做过相关的任何研究 完全不是一个我们常常认识到 或者熟悉的那些中国研究 中国问题专家 那么但是呢 由于他很会写 就很懂得写一个商业上 成功的畅销书 所以这本书呢 一出了之后 今年去年才 年尾才刚刚出 在美国就已经很多人买来看 那么看这本书呢 能够让我们 帮助我们去理解一下 就是美国人 他们对中国的那种恐惧 他们对中国的担心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先来看看这本书 他怎么讲全方位的中国威胁 他这么说 他说中国的威胁包括什么呢 包括比如说 有很多假冒产品啊 有很多伪劣制品啊 什么药啊 什么东西 正在往全世界流散 那么这些东西呢 随时会取人性命 他们中国人呢 自己喜欢在自己国家 卖这个伪劣产品 卖假鸡蛋 堵死自己人也就罢了 他现在还出口 把我们美国人也搞死了 这怎么办 第二 当然是中国的价格了 什么叫中国价格呢 就是中国产品那么便宜 那么主要就是他们操纵会价 而且主要呢 就是他们完全不理 任何的社会成本 环境成本 这个工人跟工业生产 才那么便宜 搞得我们美国工人呢 饭都没得吃了 开不了工了 那么而且还要注意 这个中国现在呢 正在打一个 环境污染的战争 什么叫环境污染战争呢 不是对付环境污染 是促进环境污染 污染了全球的空气 那么这本书就这么说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工厂 在烧煤 那么这些空气污染呢 造成一种东西 叫China Fall 就是中国物 这种中国物呢 会飘过太平洋 飘到美国上去 把我们美国人都堵死了 那么接下来他又讲到 这个中国呢 还搞新殖民主义 你看那个 搞那什么中非论坛 胡锦涛 温家宝 常常访问这个亚非拉地区 这就是新殖民主义 为什么要新殖民主义 跟以前老殖民帝国差不多 就主要呢 就是要拿人家的原材料 拿人家的能源 然后他在当地的投资呢 主要就是投资在 这些基建上面怎么样提供这些材料给他 无视真正帮助那些国家经济发展 很可怕 看完这本书之后 我有个很强的感觉 我觉得我们怎么样去对付这些日益 升起的中国威胁论 妖魔化中国的言论 最好的方法 不是抨击这些作者 而是想想看 我们自己有没有什么地方 有问题 我们怎么样去修正我们的形象 比如说这里面讲到翻版的问题 他就居然提到中国政府是支持翻版盗版 伪虐产品 他凭什么这么说呢 他一点证据都没有 但是他凭一点 他说在中国 我们打击盗版跟伪虐产品的力度相当不够 地方的检测做得很糟 比如说一些工厂 它的生产出来的东西到底合不合格呢 要去检测 但是为什么每次检查官员去之前都是事先约好 你不突然的给他致命一级的话 那些工厂是不是每次都能够准备好 你来检查他呢 看人家举这个例子 我们会不会有时候觉得自己无话可说呢 所以先修正好自己 我们才是最好的对付中国威胁论的方法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